趁着今天天晴跟Paul也有来沙姆进个货 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隔壁伊林中心吃个饭先 这一家 你好两位 这里这个吊领真的蛮好看的 是不是这种星空顶的感觉 这边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做铁板烧的 这也太香了吧 这个铁板围干 这个看着真的好香 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盘炒蘑菇才是我的 我们今天要吃的上其路 哇你们看这个巨无霸泄流寿司 比我的iPhone 12 Pro Max 512GB还要长 三文鱼刺身 还有一个寿司拼盘 黑椒和牛汉堡肉 炸鸡块 还有个寿司小卷 像个南瓜蛋挞是给我们一人一个的 你们记得这家吗 我上一次来是有点不舒服 你们应该听得出我今天这个鼻音吧 我今天就跟朋友说吃点清淡点的就又来这家了 本来想吃寿司锅嘛 最后忍不住寿司的诱惑 因为寿司是要别挺高的138块 我们今天就吃寿司吧 反正也比较清淡嘛 先吃这个吧 煮吧 蟹柳 在上面还会有点蟹子和海苔蟹 快快快快 它这个蟹柳是那种很紧实的口感 裹满这个酱汁 这个酱汁是有点那种甜甜的 好锅柳 它这个蟹柳吃起来是那种比较紧实的口感 好像那些柿子会在你口腔里爆开 嘎吱嘎吱的 这一小吃下去就都超满足 我感觉它这个装酱油的瓶子好精致 比如说它跟鲨鱼切得还挺厚的 烤点香葵 好新鲜 好新鲜滑南入口奶香味 它这个新鲜程度其实就很明显肉眼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不新鲜的话 我觉得那个肉就是吃起来有点散散的 没有那种糯的口感 嗯 刚吃两口它这个铁板杂菌 刚看了那个师傅炒的 它这些菇就加了点黑胡椒和盐条的 我觉得还挺鲜的 这个叫黑椒和牛汉堡肉 它其实就是一个煎过的那种汉堡肉饼 好香啊 感觉我在吃一个硕大的牛肉丸 咬下去这个肉是有支血的 然后你咬开之后 它那个肉的颗粒感是蛮明显的 是一个这个吧 这应该是一个明太子蟹柳的 这几个寿司刚那个师傅都有拿那个喷枪去制烤一下的 这个应该是明太子杀的 这应该是个鱼子的 这个就跟朋友刚好一人一半 我吃了三个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撑了 主要可能是刚那个大蟹饺寿司 我一个人吃完了 这个小卷是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 因为它上面放了点种美乃滋 看不出来是什么的 哎呦吞拿鱼的 这个炸鸡块我还没有吃咧 伤心了 这个炸鸡块我只让我吃一块 他说我的红龙这个样子不能吃这么热气的东西 我胖了有点久啊 它已经没有那么脆了 但是它炸鸡里面这个肉是挺嫩挺多汁的 而且它这个皮不会很厚 腌得挺入味的 好吧只能吃一块南瓜蛋挞 中间这里则是那种南瓜泥 吃起来是那种咸咸甜甜的感觉 吃饱了吃饱了 我们今天这一顿是138块 你们觉得性价比怎么样呢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